马来西亚政府为了防止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严格执行行动管制令 许多商家都停止营业 这个疫情的发生 整个市场包括马来西亚 也不例外都介绍医疗的口罩 大三角社区一家制衣厂老板 慷慨借出经营30年的 校服制衣厂 让慈禧之工 柴剪制作口罩套的布料 槟城和威省 共22个社区的慈禧之工 召集人力大量制作布口罩套 而柴剪布料是第一步 他们要柴剪 因为我们用电剪比较快 如果用手剪要剪到什么时候 手剪的像叉很厉害 叉得很远 我们一次可以剪的 你看那个布贴到这样高 叉就好了 你几个几个剪要剪到什么时候 其中一位前来帮忙的志工 是槟城上市公司的柴剪头手 现在我们现在开始拿布 我们先拿布 过后我们再拉布 就是我们一片布 我已经画好图 一张图它有十个口罩 所以拉一片布 它已经有十个口罩 比起来我们拉一百层的话 大金明 它就有一千个口罩了 这个口罩套呢 虽然它是不是完全可以保护我们 但是它的用意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口罩 口罩套里面是有一个口罩 是可以放进这个医疗口罩的 我们这个用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口罩 我们可以拿出来晒太阳 然后可以重新使用 因为我们外面有多一层的 这个口罩套来保护它 志工们分工合作 用一个上午的时间 完成四千个缝制口罩套的布料 我们现在要拿那个 派剪好的布料要送去 要给北海的志工和SP的 在疫情来势汹汹而一兆难求的当下 社会善心人士仍尽己所能付出 始终相信爱能消弭所有的灾难与障碍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冰城综合报导